台北文學祭 各位大家好 歡迎各位來2015台北文學祭 最後一場活動 就是一場最壓軸的活動 我們從2015年3月 4月到5月 經過三個月的時間 好幾位是 從後到尾每一場都有參加 每個六次都有參加我們活動的朋友 非常謝謝你們 我們文學祭祭是第一次承辦文學祭的活動 這裡面有27場的講座座座談 包含文學祭的活動 包含一些系列推廣活動 還有後面六月份 還有一個相關於文學電影的演出 以克拉巴爾為主題的一個 為電影的演出 這是一個非常豐富的文學祭節 歡迎各位參與 這一次最後的壓軸活動 我們選擇了最遙遠 可是台灣其實最親近 雖然是距離地理位置 距離地理層很親近的地方 馬來西亞 我們要主題是從台北看大馬 那我們也為這個活動 特別請兩位 助於盛民在台灣出版很多著作的 馬來西亞的創作者 台灣 第一位是林志祖老師 李老師歡迎 第二位是我們孔萬惠孔老師 歡迎 請教會的著作 大家都不陌生 反正等一下我們主持人是金倫 他會好好介紹 這個我就不用我講 另外呢 也是學者 也前也當過編輯 也是創作者 張英東張老師 超過難度放得很遠 那最近呢 其實是我們主持人 聯運出版社的總編輯 胡敬倫老師 我把剩下時間 把剩下時間 交給我們胡敬倫來的主持 這次謝謝各位參與 謝謝 各位讀者 各位讀者 各位讀者笑我好 各位讀者笑我好 本來我也不曉得今天是最後一場 後來不知不覺發現 就是在網路上面看 今天是最後一場 壓力好大 雖然說馬來西亞 跟距離台灣差不多是2000公里 你說遠也不遠 你說近也不近 但是我們其實 從馬來西亞這個地方 來 在台灣 不管是定居 工作 或者其他原因 跟台灣產生關係的人 非常的多 你在場 就是除了我們台商四位之外 我特別要提 就是我們中研院 國美研究所的特定 叫做李友晨老師 他是我們馬華 在台灣的前輩 今天非常榮幸 因為還有 學者我特別要介紹 就是還有錢永乔老師 他是我們年輕思想的 這個主編輯 今天特地來 因為他非常關心馬華 那後面還有很多 馬華創作的這個 同學們 今天非常謝謝 那今天我們要從 台北看大 其實另外一個角度 應該是 我們也希望從 馬來西亞的年紀 來看台北 跟台灣 因為我覺得 這是一個雙向的 不是一個單向的 一個角度 那今天我們在台商三位 我右邊是張啟忠老師 他是我們的前輩 然後他也是我編輯的前輩 因為他在 來台灣念博士班之前 在這個 焦工雜誌長期 擔任這個編輯 然後算是我們 非常資深的編輯 然後現在在中 畢業之後 在中山大學 外文系 那他對於馬華文學的 這個關注其實非常的早 不是幾天就開始了 那 中間這一位是 胡安輝 那他們其實三個有一個 特性是 錦忠老師 目前也算是 就是有留台背景 在台灣定居 胡安輝呢 是留台 在就讀師大美術系 畢業之後 回到馬來西亞去工作 可是 就是不斷的寫作 然後 得了同學獎 那 最右邊的是 你指出 他就是 跟台灣沒有任何的關係 但是 憑著寫作 跟台灣發生 非常適合了這些關係 也在台灣的出版 那今天是一個非常 好的一個機會 可以邀請到 他們三位 公居一堂 就是 除了從台北 看大馬 其實我們也希望從大馬去看 看回台北 那 首先 我們 接你也先邀請 張錦忠老師 我們剛剛兩個人說 要找你 讓你先發言 因為你比較資深 然後從你的發言 我們再去投資 我們是不是先給 台上的這三位 一個熱熱的掌聲 謝謝 沒想到 沒想到被陷害 我來想 一聽兩位 從大馬看台北 之後再發言 其實我覺得這題目非常有趣 就是 從台北看大馬 那當初 我在想的時候 其實我在想 是 從台北 看大馬 這兩個可能 一個是 看見 一個是 看不見 所以 那不管看見 看不見 對我這裡來說 那是 為什麼我們在台北 思考 或者思索 看不見 其實都是一種遙想 所以我覺得這題目 其實非常非常有趣 那在台北 不管是思考 還是看見 還是看不見 其實都是一種遙想 的 的確距離非常高 最遙遠的 最短的 最強的表演 都是遙想 那當然我們要先問說 到底你 看見大馬的什麼 怎麼可能看見 這樣 那在台北其實是 看不見大馬 大家如果 客觀和平靜 而認同 是看不見大馬 因為你 剛才講過嘛 兩千里 你又沒有千里遠 沒有 無法看穿 難通過漢 所以怎麼看見 那你看不到古靜 看不到儀寶 看不到馬力不解 那在台北 我們看到的馬來西亞 可能不是馬來西亞 還是馬來西亞 我們常說馬來西亞 然後呢 馬六甲 變成馬六甲 麻木的麻 從清朝民國以來 都是馬六甲 到了 2015年還是一樣 所以 所以順便講一下 就是前一陣子 替我家出反思 在審定 某一個馬英作家 的一個小說 綜藝 那小說的背景 是在馬來西亞半島 那我 作為審定者 我當然希望小說 裡面的倚境 是比較在地裡 那所以幫他審定了一些 不過 書出來之後 我看到那個 蘇要介紹那位馬英作家 還是他是 所謂擁破什麼什麼講的 馬來作家 這句話 對台灣讀者 一點問題都沒有 他就是某一位 馬來西亞來的 馬來作家 按照平常 說話的習慣 當然沒有問題 那位馬英作家 其實他叫做 Dantongeng 他當然不是馬來作家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可能還不知道 那也沒有關係 因為 其實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台北人 台灣人 就很習慣 叫馬來西亞人 叫馬來西亞馬來語 然後呢 我們 台上有幾位都變成馬來人 或者馬來小聲 那最好是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馬來人 叫做 Vumiputra 可希望都不是 所以 Vumiputra 可能 更多優勢 我們也希望有 也希望沒有 不過話說回來 要在台北看見大馬 也不是那麼一件容易的事 那在台北你可以看見大馬的地方 可能是 比如說 避馬當先 他去過 或者馬來風光 這些餐廳 為什麼呢 馬來風光裡面 有面很大面的一個國旗 馬來西亞國旗 好像那就代表了看見大馬 那現在台灣一個電影叫 就是那叫看見台灣 所以看見大馬 好像就是看見那個國旗一樣 或者看見國旗呢 就像看見大馬一樣 那當然 如果這不是看見大馬 什麼是看見大馬 就是我們可以在 這個題目 給我們再思考的地方 比如說 從馬文學來說 比如在一個叫唐商書店的地方 那是一家我在台北念書的時代 常常去的地下書書店 那今天還在 那你可以找到一本雜誌 叫大馬青年雜誌 大概就在那邊找得到 那這是一本長銷書 什麼叫長銷書 你知道嗎 就是說一本書出版了十年 還可以買到的書 叫長銷書 長年都在賣 賣不出去的長銷書 那是某一位大馬有為的青年 在台大念書的時候 在台北思考馬來西亞這樣的產物 所以你也可以在這家書店看見 沐焰 就看他今天來了 笑得微笑 沐焰自己後製作的一兩本詩文集 不過沐焰後來得獎 他得獎之後 我寫這段文字之後 我們就意見他會出現 所以就亂寫 他就不再自己的詩集自己搞了 我們就知道自己的什麼要自己做 所以自己的詩集要自己搞 但是沐焰得獎之後 就不做這種事了 怎樣的大馬青年雜誌 今天偶爾還在出版 所以如果有某位或者某幾位大馬青年 想在台北思考馬來西亞的時候呢 就會斷斷續續的出版大馬青年 但是不一定會在地下社書店跟你巧遇 你實在可以找到就在那一本 所以沐焰後來的詩集 都由秀威或者是釀出版社出版 秀威自信旗下的那個還有什麼 藥有光這樣的出版社 所以這些年 讓沐焰 行一望 新京順 陳偉直 炎上草 小黑 冰谷 盈里峰 瑤拓 連紅 馬倫 李宜君 李宗盛 李宗盛 謝川辰 希望我的發音大家還聽得懂 這些馬花作家在秀威 或者釀 或者耀有光出書 其中包括詩集 小說集 跟評論集 不過我唸這些名字的意思就是說 大概在座各位很少人聽過這些名字 除了馬花 少數馬花來的 但是不管在座各位有沒有人聽過這些名字 或者讀過這些書 在台北 這大概是史上出版最多馬花文學書的年代 大家真的可以這樣統計 我的估計大概沒有錯 那我這麼說的意思就是說 這些作者多半是在地馬花作家 那除了沐焰 他算什麼作家我也不知道 那就來來回回一下 那他們多半沒有多少台灣關係 那麼我們要問的就是說 在地馬花作家為何不在馬六甲 冰城或八達林在有出書 大家知道馬六甲是 中文國字排版印刷的發言地 為什麼不在馬六甲出書 那他們為何在台北出書呢 那他們的書對我來說是馬花文學 Not Made in Malaysia 大家可以這樣稱呼 前陣子我們有一本書叫 Sana for Malaysian literature Not Made in China 所以這一批馬花文學 在台灣出版的 可能是馬花文學 Not Made in Malaysia 我們可以這樣來思考嗎 那上一個世紀的1970年代 或者80年代 溫仁平 麥秀 少旺云 潘宇彤 賴靖文 陳強華 羅正文 傅成德 那他們也在台灣出書 那1990年以後 像李子書 李天堡 信金順 林信謙 也出了很多 那這幾年 賀淑芳 曾玲瓏 拱望輝 不過這樣念下來 其實有一個世代 這樣的一個延續 也在台北出版 特別感謝寶廷出版社 看見馬花 在哪裡 真的 幸好有謝他 否則不要罵 江賴靖文 陳強華 羅正文 一直到那個 林信謙 信金順 他們畢業後之後離境 所以嚴格說來 並不算在台馬花文學 而是馬花文學 not made in Taiwan not made in Malaysia 那不過嚴格說起來 在台馬花文學 才是馬花文學 not made in Malaysia 這個理由當然很簡單 因為這些製作馬花文學的人 不在馬而在台 所以我們所熟悉的在台馬花文學 坐子 基本上我們人數其實不多 如果很嚴格的說起來 大概就是 李永廷 張貴欣 環景書 陳大維 宗一文 然後就句號 所以很多年來一次都是 李永廷 張貴欣 環景書 陳大維 宗一文 後繼大概無人 所以那個有人出版社 應該在台灣四分店才有人 所以呢 更早的星座神舟 當然已經成為歷史了 那陳大維在 在2012年寫了一本書叫 《最年輕的麒麟》 華文學在台灣 裡頭這些麒麟其實也就是自己批 然後呢 有的也不年輕了 從台北看這批年輕的或者不年輕的麒麟 結果南美麒麟會發現 這兩批人 就是小黑 姚托那一批 跟李永廷 張貴欣 這兩批人 其實都是 馬華文學 Nor made in Malaysia 所以或許呢 馬華文學或者是 Nor made in Malaysia 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看 或者看而不見 這樣的一個空間 也就是說最後可能台北 或者大馬這樣的空間 才是我們關注的 而不是馬華文學 或者是 Nor made in Malaysia 所以 Nor made in Malaysia 的馬華文學 為什麼要在台北 那台北提供了怎樣的一個文學環境 讓這些來自這代雨林 或者焦陵深處的麒麟 就用那個大維的語域 為什麼要讓這些麒麟在台北存活 或者見光 或者發生 不受見光死 所以 對我來說 其實我後來在寫這個短文的時候 有點思考就是說 台北其實 這樣的一個環境提供的 不只是一個地理的環境而已 台北是一個有文學記憶 這樣的一個 對我來說 是一個文學記憶 然後呢 留住文學記憶的地方 那文學其實不是書 文學是書的記憶 那書其實是很短暫的 那文學才是更長久的記憶 所以如果有一天台北失去這些記憶 我不知道台北對馬文學還有什麼用 那我這樣講的意思 其實是一個對照組 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在台北 來思考馬文學 那對我來說 離開馬來西亞那麼多年 那我覺得馬來西亞的文學記憶 特別是華文文學記憶 是留不住的 是短暫的 當然 這是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可能我們在馬的朋友 可能不見得同意 那這些都 也就是我思考最後的一個得到的 就是說 留住這些時間記憶 還有空間想像的 包括書店 鼓勵書店 剛好是台北可以提供我們 但是恰恰就是大馬所缺乏的 所以在台北思考馬文學 思考了正式馬文學 場域的我們缺乏 某種留不住的記憶 消失的記憶 那消失留不住 並不是說就這樣算了 而是我們要到國來思考如何去留住 如何去保存 所以比如說你帶一座城市 那我們會先看這座城市 對我這裡來說 看這座城市有什麼書店 那到了大馬我們也會這樣 希望 會有這樣的一天 說我們先看這座城市有什麼書店 有什麼記憶 文學如何在那裡發生 文學如何在那裡產生記憶 那我先講到這裡 張錦彭老師提到了一個很重要的字眼 就是關於身份的問題 因為其實 因為剛好最近就是 就是 他提到所謂的 我們這些 到底應該是怎麼變成 是不是 他就是有提到這些字眼 比如說馬來華人 甚至 包括我們自己 其實就是 就是 呃 你說常常有人問我 你是不是馬來人 當然不是 甚至 會不會用馬吉華裔這個字眼 我們也不會用 這是一個 對我來說很奇怪 我們從來不會去用 我是華裔馬吉這個東西 因為 對我們來說 我們都把自己稱為就是 馬來西亞華人 那我不曉得 那我不曉得 那個 那個 萬輝跟指數 因為這對於我們來說 其實是一種 身份的認同 因為很巧 因為前一陣子 有 就是有個香港 因為我們的學長 他來發佈 他問我們說 為什麼 我們畢業後 學員就留在台灣 不回去 那我們這些人可能說 留太太人 為什麼都不回去 剛好就呼應了 剛剛警鐘說的 因為這裡有 我們很多這些 馬來西亞華人 我們所要尋找的 就是 你從馬來西亞 來看台北的畫面 就是因為這裡 我們想要追求的 文學 或者佛羅話 這一片天空 那時候我們就是 很多都不想回去 因為覺得有失落 因為這裡的環境 可以滿足 你在馬來西亞 所找不到的人 那 這個問題 因為可以問萬輝 因為萬輝 今天發言裡面 有提到就是 他的文學創作 到他在台北的生活 其實跟台北都脫離不了 我們現在把時間給亂回 來談一談 所謂的 你覺得說 從台北看到嗎 那有時候我會滿羨慕說 跟我同輩的一些 台灣國家 那雖然 現在大家都講 出版啊 寫作的環境很惡劣 有時候看到他們 台灣的朋友 還是可以 申請到寫作補助 大家可以安心寫作一兩年 那也是還覺得還滿羨慕的 那我們常常自稱 馬華文學 當然你們也如此 稱呼我們馬華文學 那這裡面其實有一個 非常怪異的地方 那就是說其實 我們在用中文創作的創作者 是被整個國家體制所拼除在外 那簡單來說就是 寶華文學從來並不屬於 國家文學的一個部分 當然這裡頭有政治啊 有種族主義 有教育制度等等的 歷史關聯 那我本身的學歷 從中學到大學 都其實也是一直在 國家體制之外 完成的 那這裡面有一個 很吊詭的地方 就是在 在這樣一個 怪異 還滿怪異 也就 也滿扭曲 整個被壓抑的 環境中成長 其實我並不覺得 那有很 很大問題 那可能也 我也是一直覺得 所謂在 在體制以外 寫作 可能也不是一件太壞的事情 那 許多年後 就可能完成了學業 後來 變成了一個 一個所謂的寫作者 那在體制之外 還是持續的寫作 某種意義之上 也可能變成了一種 境外寫作 那 也許在馬來西亞 還是有人很努力的 希望 馬華文學變成 國家文學的一部分 甚至說 馬華文學的定位 或者說風格的確立等等 那 可是那幾乎都 並不是我 非常在意 和追求的東西 那因為有時候 我覺得 我在今天 所擁有的寫作自由 正好就是因為 我 我處在一個非常 邊緣的位置上 那 因為我們 我們國家的 執政單位 非常的不理會我們 所謂的 馬華文學 這些 馬華文文本裡面 那些 小說也好啊 詩歌也好啊 我覺得 從來不缺乏 對政治的那種嘲諷 甚至到後來非常 同國的馬共書寫 甚至也有很多 同性戀的 題材 情色的書寫等等 這些原本 非常 保守政府原本 非常感冒的 這些書寫課題 可是 好像都很容易 在馬華文學 裡面找到 那 我們的 執政單位 非常容易受傷 非常容易受幾下 比如說 最近就拒絕了一個 香港的中學生 入境 就會非常的 一笑大放 那 可是 諷刺的是 喔 常常就會想 大概就是 他們從來不理會 馬華文學 到底在寫什麼 所以才讓這些 寫作的 書寫的課題 有了存在的空間 那 我在 台灣大概 生活了四年多 在這座城市裡面 其實我也算是一個 非常 邊緣的人 你是一個外國人 你是一個 可能 當時稱你為朝聖 你總是 自覺或不自覺的 就被 劃進了另外一邊的 一個分界裡面 那 我所所處在 我那時候在台灣的時候 大概九十年代 大概是一個電腦 開始代替了手寫 然後網路開始代替了 通訊方式的一個年代 那大概 剛好就是一個開端 剛好 那時候在台灣 經歷整個 網路 從無到有的過程 那我常常覺得 這很大部分影響的我 關於創作 關於對社群的參與 甚至關於對自己身份的 認知很認同等等 那 那時候 大概是 所謂的一個BBS 非常流行的時代 那我們那時候 有一群在台灣 面子公司的 馬來西亞 巧森 弄了一個叫做大文化的 國度的BBS 然後也很不期然的 直接了很多寫作的朋友 包括我啊 包括 就在做木業 包括在馬來西亞的 樂述 陳耀宗 這些人 然後 我們都有代號 網路代號 非常有趣 我們彼此也用代號 來互相稱呼 然後從本身的BBS開始 連結到了台灣 本地的BBS站 比如說 天寮別月啊 沙漠微語 然後 尤里西斯這些 這些網站 然後我們也真正的 結識到了所謂在台灣 創作的朋友 非常有意思的是 在網路上 從來沒有人在意 你是不是 馬來西亞的喬生 那 當你真實的名字 都不重要的時候 沒有人會在意你的樣子 沒有人會在意你的身份 的來歷 那這要有十分的自在 不管是在創作上 還是一個發言的位置 那我覺得 當時那種 有一種匿名身份 虛擬的一種 一種 一種 一種身份 一種照 與其現在的一種臉書 我覺得 蠻好玩得多 現在臉書 都不需要寫真實名字 不然還會被檢舉之類的 那可能 你在什麼地方工作 在什麼地方念過書 都要填進去 那非常的恐怖 那相較於那時候 一個真實的校園生活 或者是一個 喬生的身份 我也許更沉迷在一個 沒有國界的虛擬世界裡面 當然也非常現實的是 所謂的網路文學 在當時是相當的 被主流所不解 被忽略喔 大概也是十分被侵蝕的 那趨跡在網路上 結果它還是一個 邊緣的地帶 但我曾經相信 網路會是文學的路透光 因為那邊沒有國界 沒有權威 沒有審查 那邊大概就是一個 自由的應許之地 當然我們後來也看到了一種 網路社群的分化 媚俗的語言 和各種語言的暴力 只是 正是因為當時 從來沒有人理會 我們在幹什麼 寫作變成了一種 前所未有的自由 那當然 不管你願不願意 或者是自不自覺啊 我覺得 我似乎都是一直處在一種 境外的那種狀態 那我當然也很珍惜 所謂一個在境外寫作的經驗 不管是台北啦 還是後來我生活 工作的久多 我其實都是一個你想人 就不會是在小鎮長大 或在舊坡工作 那 站在座城市的影子裡面 和這座城市這種 若即若離的關係 這種距離 容許我去想像 容許我去觀察 然後也容許我去介入 或者去逃避 那有時候我可以轉換 講話的口韻 偽裝成在地的人 那有時候我當然也會被 只認為成一個他者 那這種熱情在 隱身在城市裡面 對於創作者來說 我覺得其實是一個非常 合適的距離喔 適合觀察 適合對比的一個視角 儘管它其實就是一個非常 邊緣的位置 台灣小說家也同為一個喔 那時候這種 大概去年吧 從愛爾華的那個 國際作家創作者回來之後 那在你們講啊 就相對於世界文學 台灣文學啊 這麼多年 十年過去了 這麼多的十年過去了 還是被當成一個 邊緣的對待 那我想 同一個這樣的感態 我會覺得說 法華文學 在華文語系裡面 不是就是邊緣之中的邊緣嗎 那 可能我本身就是一個 喜歡站在邊緣的人啊 不管是我成長的環境喔 不管是我自己的國家 還是台北 這座我曾經生活過 很多年的城市 我都不真正地走近它喔 然而 正 正如曾偉閣 他偉閣感嘆的啦 就 相對於 大佛街區喔 現在 那我覺得 我更親近於台灣 甚至香港的作家 因為大家都很邊緣 那 那 那近年啦 就大概 網路非常的流通 臉書的消息非常的快 那通過臉書 那種 幾乎是臨時差的這種 這種 溝通 我覺得我們這一代的作者 包括香港 包括馬來西亞 包括台灣的作者 所經歷的這種 政治的變動 社會的種種不公益 我覺得都 一直非常的 非常的相向 非常的相向 那 我想 面對體制的 或者歷史的 各種不同的這種壓力 我們會 創造出 更自由 或者更創新的東西出來 我覺得這 正好就是文學裡面 最珍貴的地方 那 這也是我對文學的 一些 期待的想像 大概講 之後 可以再補強 一些 那 除了華人 馬來人 馬來人是佔最多數 現在馬來人的平均 佔馬來人這六十幾 馬來人 華人 印度人 還有很多 這些所謂的 馬來西亞的原住民 那 其實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馬來也多了很多 新移民 包括什麼 印尼 或者是 所謂的 這些外籍 一旦 又有個馬來西亞 之後呢 他們都全部變成馬來西亞的 馬來西亞人 馬來西亞人 所以馬來西亞是一個多元種的國家 那在這個多元種的國家裡面 馬來西亞的官方語言就是 馬來文 那 馬來文就是唯一的 就是官方語言 那政府所使用的也是這個 馬來文 他的宗教 就是伊斯蘭教 也是被視為國教 就是國家的宗教 那 也因為如此 所以我們剛剛伊斯蘭提到 馬華文學 不被 不被 承認是因為 你用 華文書寫的 文學 就是你們這些馬來西亞華人 用 華文書寫的 都不是用 國家語言去寫的 這個文學 所以都不被承認是 國家文學 這在馬來西亞是一個 特殊的自由 那也因此 所以 在很多年以前 另外一位 我們的 黃錦素 這個也是作家 也是研究者 他就把馬華文學 定義為 就是無國界文學 是有 有根可學的 他 講出這一個 關係是有道理的 因為 當這個文學 不被 國家承認 不進入文學 國家文學體制的時候 那 其實就是 無國際 類似 那 其實這裡 讓我想到的 我們可以反而 施另外一個 現象 對馬來西亞協作者 就是 一旦 很多這些 所謂的 馬華文學 如果他進入體制 他被 一旦被承認是 國家文學 之外 他面對的是 什麼樣的 現象 那 不被承認 就是 一個 什麼樣的一個 現象 因為這裡面其實 讓我想到的好幾個東西就是 其實在很多 很久以前 很多年以前 黃景初其實寫了一篇 短篇小說得獎 寫得非常好 在M的始終 當時 當時收在他的 第一本 短篇小說集裡面 就是 《孟語序》裡面 其實有諷刺了這一個 現象 尤其是 這一個 華人 馬來西亞華人說 用華文書寫的 這一個 文字 就是 受到 國際承認的時候 尤其是 比如說在 台灣被受到 重視的時候 回到台灣 回到 馬來西亞去 是怎麼樣的一個現象 包括 你們這些 馬來西亞華人 你說 我們自己好了 都不被 國家承認的時候 某一天 如果這個作者 他得了一個 諾貝文學講的 時候 當然 在諾貝文學講的 可能是先從華文 再翻譯成英文 那是怎麼一個 現象 這是其實後來 就是我們很多 一些寫作者 都必須 思考的部分 包括尤其在 使用語言的時候 為什麼後來 出現馬華文學 這個字眼文化 那其實有 兩種定義 那 然後第一個 有不斷的被討論 到底是 馬來西亞華人 所寫的 馬來西亞華文 馬華文學 是馬來西亞華人 所寫的文學呢 還是用馬來西亞 就是 這種華文 所寫的文學 這是一個 可以被討論 為什麼呢 馬來西亞華人 他寫的文學 不一定用中文寫 他可以一開始 用馬來文寫 或者用英文寫 這裡面有很多 已經重的例子 包括有兩位 就是剛剛 警鐘提到的 丹團音 就是 陳團音 就是具體出版的 西屋花園 還有另外 另外一位 就是歐大學 用英文書寫 在英國 也入圍了這個 不可講 這兩位 都是用英文書寫的 馬來西亞華人 他算不算 好好選 這是給被討論 那 隨著這幾年 另外一個 可以出現的現象 是 越來越多的 這一些 馬來人 不是華人 真的是馬來人 他們越來越懂 他們越來越懂 中文的時候 我剛剛一直在想 某一天 如果我們有一部 作品 得獎 短篇小說 可能 不管是德 可能是德時報也好 或者是德自由時報的文學 能力 他是一個馬來人 他用中文寫的 這樣怎麼辦 為什麼呢 很多年以前 大概很少 就是 馬來西亞的 馬來人很少 去接觸到中文 那他們的中文 就沒那麼的努力 可是要抱歉 隨著這幾年 我覺得整個的 中國絕集也好 就是 另外一種 所謂的 搭策略也好 你懂得中文 其實了解了 你的另外的 不管是敵人也好 朋友也好 但是這幾年 懂得中文的 這些族群 越來越多 最早其實 應該說是印度人 我認識了很多印度人 馬來西亞的印度人 認識中文的 馬來人 認識中文更多 可是這幾年 認識中文的馬來人 越來越多 甚至有一次 以為你有記得 我在機場 明明就是馬來人 可是他中文講的 我覺得比我還好 我真的被嚇了一跳 一點都聽不出來 他是馬來人 可是你面對這些 語言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 我會把它叫做hybrid 因為我就覺得這種 最惡人的一個現象 這對於其實 一個馬華寫作者來說 其實 有一種警惕的 應該說 他們從前可能是希望 藉由通過這些 不管是演術也好 作品也好 去罵 政府也好 罵什麼都好 可是你以為 大家都看不懂 身廟抱歉 現在 他們可能都看得懂 而且 並且由這個東西 來認識你們 就是我們這些華人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因為這個問題其實會跟指數有關係 就是因為我跟他都從報社出身 我們都是中學的時候念馬來人學校 我們身邊有很多這些有主馬來同胞 包括我們在工作上 或是在學業上 那 這部分其實 因為 也因為長期 他的這個工作的關係 他接觸到很多的這個族群 這個不同的階層 那 也把這些都寫在他的小說裡面 所以今天 他其實要跟我們分享就是 台灣 跟法蘭西蘭兩地部作家的女性書寫 由他的角度來出發 跟我們看 會不會太一樣 那 就很辜負大會的安排 我今天才在聽了那個 張錦忠跟公王會講的話以後 我在一邊貼的時候 一邊有所思考 我覺得 我可能需要回應一下 我自己的想法 我覺得今天這個安排 剛才我跟吳金文討論的時候 是我故意要求說 先讓張錦忠說 然後公王會然後才到我們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張錦忠 在我們三個人當中 是在台灣逗留的時間最長的 跟越遠最深厚的一個 然後接下來就問完回 在這邊留學 經常到這兒來 那接下來就是我 像吳金文剛才介紹的說 我跟台灣沒半點關係 就是 但是像個聯誼一樣 慢慢擴散出去 就跟台灣的關係 越來越遠的那個人就是我 就是 可是說起來是沒有關係 因為我不像一般大家 所認識的馬哈寫作人一樣 是在這裡留過學的 有一些留學的 像黃錦樹 和宗宜文他們都留下來了 像國王培這些留學了 然後離開了回國了 那像我這些 是連在台灣留學的經驗都沒有的 我勉強在想我在台灣 逗留的時間最長的一次 就是去年 在花蓮年的東華大學 當作校作家的時候 就有了幾個月 那我所知道的 我所認識的馬哈寫作人當中 絕大部分的馬哈寫作人 都非常喜愛台灣 都把這裡當成是 某個第二故鄉或者家鄉這樣的 每次到台灣來都說我回台灣了 而我是唯一一個說不出口 不可能說我回台灣的人 就是台灣從來 我來的時候都沒有一種回去的感覺 那剛才那個順序就是這樣安排的 所以我待會要講的話 可能就跟他們說的有很不一樣 那我就不能夠從一個在台灣的馬華人這樣子的角度去看馬華這樣子 那去年在這個時候就跟在台的一個很有名的馬華學者 跟創作人成一個寫作者 討論到這個馬華的文學的事情 那他跟我的想法是很不一樣的 當我們在談到馬華文學的時候 他用了和我以這樣子的字眼 他說要這是一場戰爭 這是一個戰鬥 就是要捍衛馬華文學 那我覺得這字眼好強烈 好憔憐 我在馬華從來沒有感覺需要捍衛馬華文學 固然沒有政府不管他 就不在國家體制以內 可是你從來不需要去捍衛他 因為他看起來也不會死掉這樣子 總之有人在寫 有少量的人在讀 讀的人就是寫的人 寫的人就是讀的人 那就是這樣子一直存活到今天 從來不覺得他有需要捍衛的時候 因為沒有人去攻擊他 或試圖去消滅他 你並不覺得他有一種滅亡的危機 可是這對在台的這個前輩 這個同代人其實是 那他跟我說這話的時候 我馬上感覺到他是從一個在台的一個馬華人的一個角度來說 後來我就跟他談到說 其實一些其他的華文地區的作者在台灣也受到相當大的重視 比如說董啟章在台灣文壇裡有很高的地位 大家也都也都認同他 那他馬上就回答我說 他不一樣 他人不在這裡 他的作品在台灣 就像你李子舒的作品在台灣一樣 那他這樣子回答我說 我就覺得你剛才在說的要捍衛的馬華文學 是不包括李子舒的文學在裡面的 就是你說的是在台的馬華文學 不是我就李子舒的 我是不在台的馬華文學 你要捍衛的是你的馬華 在台的馬華 我覺得在一個潛意識裡面 他是這樣子區分調理 剛才張景中說到的是在台的馬華寫作者 他說到的是沒有很多的人 他列了一些名字像 永平這樣歸心 花景樹這樣成家為終於文 然後有一句我覺得非常重要的 就是序號 這個序號很有一個代表意義 他說的是馬華文學在台灣這個地方 他的一個爪力點 現在這個馬華文學 之所以能夠在台灣 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 就是我去年在東華大學的時候 學校給我看了兩門課 其中一課就是唐馬華文學 我在課堂上講馬華文學的時候 我覺得太奇怪了 我去過世界的很多地方 我想除了台灣 只有馬來西亞以外 除了台灣 沒有什麼可能有其他地方 有一個大學會開一堂課 去唐馬華文學 那只有台灣有這個可能 台灣對馬華文學的那個 那個尊重或者說一個認可的某種 這種程度到底能夠這樣子 也只有台灣 沒有世界不見得有其他地方的大學會這樣子做 可能會談東亞文學什麼的 例如把馬華文學也放進去 到這一個列表上面的一個名字 但只有在台灣能夠這樣子 那當然是裡面有一個歷史的源源 就是政治的緣故 歷史的緣故 各種方面把馬華文學帶到了台灣 然後有了前輩們的那種辛苦的耕耘 然後非常出色的表現 讓在馬來西亞的文學 馬華文學能夠在台灣發亮 而且有一定程度的地位 可是現在時代又不同了 就是那些很出色的寫作人 當然都還在啊 可是以後的馬華文學不會像 剛才我說的那種生態 那種情況存留在台灣的文學 那我覺得當初跟我談這個問題的 這個我的同鄉 我覺得他作者要捍衛的 或他憂慮的就是 在那個句號以後的馬華文學 那馬華文學還能夠在台灣 發揮整大的作用 還能夠讓馬華文學在台灣 爭取到怎麼樣的東西 或者是 就要因為這樣的句號以後 就要滅亡掉了 就是從此 就到自己為止 那可是我個人 我個人覺得 文學不是應該就像 我剛才提到的像 董起章那樣文學這樣子 就是你人不需要在這裡的 可是你的文學 你的作品可以去到很遠的地方 人家在讀你的作品 認同你 覺得你寫得很好 感動他們或者了解的 因為非這樣子 而更想了解你們的文學 文學不是生態 不是因為這樣子的嗎 我們現在這樣子 你在讀村上寸書的呀 我從來沒見過他 他沒到過馬來西亞演講 沒有在那邊留學 或當教學 或是我在讀馬魁詩 我在讀很多大師的作品的時候 他們人都不在這裡的呀 都不在我生活的那個地方 可是他的作品 他的文學 他的思想 就這樣子留到我的手上 而且我們認同他 而且我們 我們是承認他 覺得很好 文學不是應該 用這樣子的生態 這樣在蠢活的嗎 在世界更地 如果馬魁詩 要流傳到一個地方 我們就必須派人住所在那邊 派一些高手 像黃錦樹啊 就你們成大會去到 我們派他去反攻大陸 什麼之類的 那馬魁詩就能夠去到大陸 這樣子很難 我們沒有這麼多人 而且不僅是一個聰明的 或者是有下的辦法 那有後這些派去住所的人 不在了怎麼辦 那個就是一個句號的嗎 我覺得今天我不是這樣子 來看馬魁文學的一個流傳的 我覺得它是應該像李子舒的文學那樣子 我人不在這裡 可是這裡會有我李子舒的讀者 在讀 他在讀的時候甚至不太察覺 這個是不是馬魁文學這回事 因為我們在讀 春上春書的時候 沒有特別覺得我們需要讀的是 日本的文學 或者在讀百年孤級的時候 不特別感覺我們在讀 拉米的文學 我們只是覺得 這是一本好書 一個好小說 一個就是這樣子 我不需要它非常明確的 有一個所謂的這個 政治民族的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去廣估它 那我自己在 在中國大陸 或者在台灣 追出出版書籍的時候 每一家出版社 都自然的會在打我的書的時候 用了這樣的詞 就是馬來西亞女作家 或者是追出社的什麼 馬來西亞女作家這樣子 或者在中國大陸也一樣 出版社在追出我的書的時候 我們都首先都要強攻強打 你是馬來西亞人的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標籤 我都沒有反對 可是我就覺得 我好希望有一天 我的作品去到一個國家 是不用特別標明我是來自哪一個國家的 所以我是馬來西亞人 而今天這些出版社會覺得 這是一個賣點喔 馬來西亞人的居然能寫華文 創作寫到這個地步好厲害 他們就覺得 可是當你打出來 你是馬華作家的時候 所有的讀者都期待 都覺得這個都會抱著一種 希望看到一種異國情調的 馬來西亞人會怎麼 喜中文文學作品 這樣子的期待在看你 然後希望你的作品裡面 能夠表現出馬華色彩 或者帶出什麼 他們沒有看過的馬華氛圍 這樣子就變成了 這叫了一種籠統的一種印象 對馬華應該是怎麼樣的 應該是很多羽林動物 很多香蕉原這樣子的東西 就是這樣子的期待出現 可是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尤其我希望的時候 你紙書的書出版在外國出版的時候 是不需要被強調你是馬來西亞作家 你的作品是可以跟其他 當地的作家放在一起 並不需要靠你穿著馬來裝 用許多的馬來色彩去 去鴻脫你 穿脫你的作品 這樣子的一個內天 這是我的想法 那可能就是我是一個 在一個黑暗的環境當中 還是對我選保持馬華文學保持 非常樂觀的一個態度的時候 我覺得是的 我們一直在體制與外 這是我們幸運的地方 其實我們一直抱著一種 非常矛盾的一種情節 我們會很有著在地的馬華文學 會覺得好生氣 不被當成是國家文學 不被看中 可是一方面又很慶幸幸好 沒有當成國家文學 我們可以自由寫我們的東西 那其實那個自由度其實是有差別 今天的自由度跟以前是有差別的 以前雖然馬華文學沒有被當成是國家文學 可是政府是很重視的 他因為那時候的那個文學作品 像譬如說交鋒那種作品 政府要從重看出來 你有沒有對華人造成某種影響 你可能會清爪或什麼之類的 他需要看到你可能有某種政治上的影響力 思想上的影響力 其實是很在於那時候政治部 是有一個華文組在審核這些華文作品的 他不管當你文學這個角度來看待 他覺得你這種文字是有影響力的 今天這個華文組是沒有人了 也可以繼續運作的政治部 據我所知的 就是原來在政治部華文組工作的這個朋友 他告訴我說 政治部的華文組早已經沒有人了 沒有人工作 可是政府能夠讓沒有華文組 也依然能夠再繼續運作 是因為他認為你們寫的東西根本就沒有影響力了 那其實是一個悲哀的事情 就是你今天你的小說 你的文學作品寫的災禁慘 也影響不了當地華人 那個思想或他的政治的立場和態度這樣的事情 他其實實際上所透露的是一種 一種某種悲傷 就是你可能今天華文學受到的器重 比以前更大了 就是你說在台灣在中國大陸 有可能更多人在讀認同語 可是事實上你的影響力在社會上 影響力可能比以前更少一些 那其實在台灣的華文學也同樣有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像我剛才說的同像樣子 他既痛恨很傷心覺得 在台的華文學在台灣沒有得到應該得到的地位 因為氣重沒有人真的在研究馬華文學 可是一方面又很害怕在台灣的馬華文學 有一天會被台灣文學受編進去 又不願意承認馬華文學是台灣文學裡面的一部分 他覺得是要自己有一個自己獨立的在台灣的自己的一個位置 我覺得一直就是不管是在地的還是在台灣的華文學 都是活在這種拉扯矛盾 因為想要被認同又不想被太過認同 不想被收編的這樣子的一個掙扎當中 我不曉得這是不是一種邊緣的感覺 因為可是我從我一開始寫作到現在 我就一直在這個狀態裡面 但我並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個邊緣的感覺 我其實從頭到尾只意識到一種自由 那可能就是我太過的單純跟樂觀的原因吧 那先說到這樣 謝謝 我自以為是的結論 馬華文學可以跟在兩派 一派就是在台的 另外一派就是在馬來西亞本土的 所謂在馬來西亞本土的就是在馬來西亞出版 那另外一派 這些在馬來西亞出版的可能 或者是有就是流泰的背景 這又是一個台灣世界關鍵的因素 另外一個就是在台馬華文學 就是在台灣的馬華文學 這一些就是在台灣出版的 然後作者有沒有流泰背景 比如像景述陳大維 綜藝文 這是掛上一個問號 那到底這些在台灣出版的馬華文學 作家或者作者本身 是不是一定要在台灣有居住的經驗 又是一個問號 台上這兩位 就是請書 對不起 紫書跟萬會就是有這個經驗 他們都在台灣出版 然後已經不只兩份 都是三份 可是他們的東西到底是被 是不是被成了所謂的馬華文學 或者在台馬華文學 就有一個問號在這裡 那因為這裡面都牽涉到就是 人不在齊國人不在齊地 到底能不能受到這一個承認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從我們的眼睛來看 馬華文學一個很獨特 非常一個很奇怪的一個現象 就對了 包括還有很多作家 後來就是留台經驗 畢業之後回到馬來西亞去 然後或者是沒有留台經驗 在台灣給我出書 他們算什麼 他們算馬華文學 這些其實都很多都變成了一個問號 但這裡面其實也牽涉到 我覺得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影響力 就是從我們這些作者來看 到底這些作品有沒有一個影響力 當它的影響力發揮到很大的時候 有多關注在討論的時候 問題就來了 那如果沒有人去討論 沒有人去問的時候 根本就不會有問題 因為根本沒有人去關心這個問題 這也後來就是其實 就是錦書其實他會蠻 某個角度來說錦書是蠻 蠻 他對馬華文學是非常的搖牙切 搖牙切就是他非常擔心 他一直對馬華文學這個 所謂的這個主題 做了很多的這個思考 包括就是剛剛子蘇有提到 什麼叫做馬華文學 馬華文學要寫什麼東西 除了你寫內心也好 寫心靈也好 你到底要寫馬來西亞的華人社會呢 還是從一個馬華的作家去寫 台灣人社會也好 這就是從大馬看台北 這叫馬華文學嗎 因為之前 這個問題我就不討論 就是比如說什麼是台灣文學 什麼是台灣文學 台灣文學寫什麼 或者是用這個問題問馬華文學 應該寫什麼 那馬來西亞華人 是不是應該寫回自己 馬來西亞華人的社會的東西 還叫馬華文學 或者是馬華文學 是不是指應該出現香蕉原 要注意喔 香蕉原是在西嗎 那日帶雨林 不管是猴子也好 大象也好 鱷魚也好 犀牛也好 這場景可能就搬到去婆羅州的洞馬 那一片非常遼闊 熱帶雨林 可是在這兩個地方裡面 都會出現同一個話題 也就是最近都很熱門的 然後其實就是從早期 李子舒有在書寫 有在關注這個題材 就是共產黨 不管是馬共也好 沙共也好 後來到錦書目前寫了三本的小說 據我所知他寫馬國五部曲 就是希望為這些 馬來西亞的這個共產黨 在 為什麼呢 因為這其實是可以被定義 所謂的主義文學 那在台灣 台灣文學是一個主義文學的 這一個脈絡 可是在馬來西亞 似乎沒有 或者說沒有人把它整理出來 那謹述但是以後來之者的方式 企圖為這個寫作 就是補一個 補一個這個 補空白也好 那就是他的一個 個人的創作努力 我不曉得 因為現在是第二輪 那個 警鐘你要不要回應 萬輝跟子舒 然後好像我們今天在 座談的不是三個人 而是四個人 因為人家還警書 那就是那個缺席的 presence 缺席的在場者這樣 那這也表示他之前的努力 有目共睹吧 那我不知道 因為 身份屬性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們不能不談這個問題 可是假設每次談馬華文介作 談這個問題的話 好像也沒什麼意思 因為 因為 誰是台灣作家 誰是馬華作家 好像都是作家本身的問題 或者寫文具 使得很問題 也就是說 當 陳芳明要把張愛玲 單做台灣作家的時候 你沒辦法阻止她 你沒辦法告她 張愛玲可以告她 對 但是我們總是把她 她做滿情理包 包括在海外 包括在外的意思 所以 身份屬性 有那麼重要嗎 當然很重要 對作家來說 所以我覺得 今天很訝異 聽到 寶寅在那裡指書在說 她希望有種文學 就是文學 文學性 那好像 地方性 地方不是那麼的 我們不可能 寫一個這樣的小說 就是一個人 在某個地方生活 總是有他的這種地方 感性 sense of place 總是會出生 然後 假設 這樣的一個 世界性 存在的話 他的出發點 還必須就是 本土的 在地的 所以 與靈交靈又怎麼樣 對在吉隆坡 出生土長的 他當然不可能 去與靈交靈 那是城市 城市也是本土啊 結果其他 唐山土文學 就討論過很多種問題了 所以 假設李子書 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書 他不用馬華 你作家的話 恐怕那個寫文案 做書要那個人 就很痛苦了 要怎麼打書對不對 對 對 我想 我想那個 五個出版社會 把成團定為成 得獎的 什麼馬來作家 也是這樣的一個元素 但作家自己本身的自我認同 其實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主要是那個 市場 所以我其實後來 剛才講完 沒有繼續講的 其實是 誰看見大馬 就是誰在乎看見大馬 也就是說你的 誰 以前 警術也寫過 誰需要馬華文學 然後有個人 罵他的人 就說 人名需要馬華文學 所以就沒完沒了 那大家都知道 會講誰嘛 我也很高興 那個指數 終於 聽到我的話 就是那個句號 很多人 聽話不看見 不聽見 有句號的話 他聽到的就是 非常好 但是 其實那個句號 其實是一個 村上村數的話 就是那個 終於悲哀的話 而且那是一個 很悲哀的句號 假設在台馬華文學 只剩下這五位的話 那我的意思其實是說 當年 從李永平到 綜藝文 在台灣這樣的一個防線 那在台北特別是 他的一個特定的氛圍跟因素 那樣的時空 那樣的環境恐怕 一起不再來 就是在 萬輝在台北念書的時候 之前我們有 兩大報的文學講 比如說 在那個年代 我來台灣念書 假設我的文章 在 在 在聯合報 然後原副看出來 或者 人間不堪 我大概覺得非常高興 可是現在 原副跟我跟的辦法 我也不覺得怎麼樣 就是那個文學的氛圍不見 那個文學的氣韻不在了 所以我也 我也 這幾年大概有些 有些東西在報紙 在康務發表 看了其實沒什麼感覺 包括印客編的 張規心的專號 我也寫了個小文章 我自己也不太看了 所以那個製造在台 馬華作家的環境 恐怕是一起不再來 當然也不是這樣結話 就是說 後來的人要更努力 其實文學獎都還在辦 那王輝後來也得過獎 我也不太記得他得過什麼獎 的確就是 真的是 不是那個文學獎的時代 所以在這種情勢下 我們可不可能出現另外一個 環境處 或者是 那個 綜藝完成大圍 我自己是覺得 他們需要更努力 因為現在書 大概 豬亞軍也知道一本書 能夠賣幾本 一本馬華文學的書 因為寶貝出了很多馬華文學的書 馬華文學的書 我都覺得他實在是勇氣的家 就是 一本馬華文學的書 能賣一千本嗎 大概不太可能 就講這個數據 環境處 回去馬華文學的書長 然後簽書會 然後問出版社說 到底賣了幾本 頂多兩百本 他意思是說 以後也不用在馬華文學出書了吧 連簽書會也大概賣了兩百本 那昨天我們的大馬同鄉 辦了一個不知道什麼活動 大馬藝術節吧 有一場 我們是請馬警處來演講的 然後問他有幾個人提 他說八個人 環境處理 八個人在台北 在私心 我很高興 為什麼 他們也找我來 幸好我沒有來 八個人聽你講馬華文學 他長老遠從土裡上來 你看多悲哀啊 所以 不知道 所以在台北 不然 有那麼多人 對馬華文學有興趣嗎 這個我們要問的 我想聽沒有那麼多了 當然這幾年因為 台灣文學系所的出現 研究生要寫論文 從 純台詩 古典師寫到 寫到當代 大概也沒有什麼題目可以做論文 所以在台北 馬華文學做這樣 就很多人 成為很多人研究的對象 所以台灣文學跟馬華文學 是可以某種程度的結合 就是 我是這樣覺得 那這次把馬華作家分成 在台派跟在馬派 當然是一個權益之計 可是那樣的分其實是很危險的 其實這個也沒有必要的 因為 有些 因為不管怎麼樣 它都是 not made in Malaysia 其實在馬來西亞 你用中文寫 你就不是 國家文學 當然我自己從來不care這個題目 就是 每個國家都有國家文學 那 國家文學重要的不是 它承認不承認你的問題 而是錢的問題 因為國家文學獎得主有錢 然後那錢是來自於 純馬的納稅人 包括華人在內 這可能才是一個資源分配的問題 並不是說 拿了國家文學獎 就有多偉大這樣 但是華人一直很在意說 到底 政府什麼時候承認 那這個問題其實沒完沒了 所以最好是不要理他 所以我覺得另外一本書 最近幹出版的 你寫過了 國家文學會講一句話 那句話就是 華華文學不是我的菜 所以你更理他就好 因為剛剛其實 除了黃景書之外 其實還有另外兩個缺席的在場者 就是李永平跟張慧欣 不過我覺得今天其實我們一直都圍繞這段 在談的都是小說的部分 有可能就是馬華文學的 所謂的馬華的小說的部分 在台灣出版的也比較多 那今天其實一直在講到身份的問題 其實你今天回頭問我們這兩位 李永平跟張慧欣 你也得到同樣的答案 那他們都不承認他們說他們是馬華 為什麼 他們兩位出生的時候 根本沒有馬來西亞這個東西 他們出生的時候 你還沒有馬來亞對不對 包括可能在場李永成老師也是 都是英國人 都是英職民地的時候 因為他們出生的都是 還是英國統治 包括李永平跟張慧欣也是 所以我為什麼會叫馬華文學 這是一個我們因為大安 你不需要一直討論的東西 但是這是我們一直多年來 一直被討論的問題 所以後來李永平就完全否定 也否認說他的東西不叫馬華文學 那從這個東西來看的話 有時候我們反而會說 台灣文學 這是對我個人來說 在台灣、在台北 不管在哪裡也好 不管台北、台中、高雄 在台灣 台灣文學其實有一個很好的 一個包容性 就是因為它可以包容了 很多來自於不同的地區的寫作者 尤其是馬華學 所以其實常常我們在討論 討論台灣學 常常會討論到馬華部分 所以後來李永平老師 因為他可能覺得就是 我自己猜測了 他可能覺得 你把我稱為華文文學更好 或者是台灣文學部分也好 或者就是 華語語系的其中作家也好 那 拋掉了一個國際的定 就是這個包容 是不是更好 這對於這兩位作家來說 其實有某一個特殊意 可是很妙就是 當他們兩位書寫的場景 一直都是他們的原相的時候 這個所謂的馬華這個字又很掉鬼 因為他們一再寫他們的原相 就是佛羅洲島 那都是過去的這個人世場景 那他們那個年代當然跟王輝不一樣 王輝跟我確確實實 我們都是馬來西亞華人 我們出生的時候 已經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獨立了 然後也 就是已經變成了馬來西亞 就是和沙巴沙羅已經結合 就變成了馬來西亞 從我們這些 後馬來西亞的人看的話 你怎麼覺得 剛剛緊湊所講的問題 我也是覺得 王輝珠其實 他在意的東西 可能很悲哀的 可能不是我們這一代 我這一代的創作者 在意的東西 那變成說 有時候我在創作 或是寫一篇小說 或是寫一篇小文 或是寫一篇小文 並沒有說 自己是不是在寫一篇 馬華文學 那當然 小說就是小說 小文就是閃的 那也可能是因為 到我這一代 整個 整個 應該算是所謂 經驗比較匱乏的一代吧 那我的身邊 幾乎已經變成我所謂的馬公故事了 找不到 我父輩大概去了七七八八 那 那 雨林大概也只想像的東西 膠原跟越來越少 那我從小就是在 所謂一個 城鎮的 住在社區長大的 小孩 那 基本上 連對鄉村的一種 記憶都已經開始 非常的模糊了 我所書寫的東西 在之前可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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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人會質疑說 你的東西 沒有什麼 寶寶會覺得色彩 那 我就覺得說 這可能 將來一定是一個趨勢 八十年代出生 九十年代出生 他們寫的東西 他們所呈現出來的那種 那種 對文學的一種態度 都已經跟我 不一樣了 我覺得 馬化文學一定會一直在變動 它整個 範圍也好 內容的呈現也好 它不會永遠都是 都是一樣的東西 那 也 不要讓它只有單一的內容 我們不可能用內容來劃分 什麼是屬於馬化文學 什麼是屬於 其他文學 那不可能用內容來劃分 那 所以就變成有時候 我不知道 繼續下去的話 馬化文學會不會變成一個 虛構的字 那個 被想像的一種東西 那我不確定 那 只是說 怎麼去定位我自己寫的東西 我可能 在下筆的時候 其實對 對於它 歸屬哪裡 對於它 是不是真的要寫 所謂的有馬化特色的東西 其實已經漸漸不錯 我所在意的部分 因為其實我會 接下來要提到這個問題就是 從台北看大 就是說從台灣的讀者去看大馬 這些華文創作的時候 那就像剛剛請中說 誰在乎 誰看見 那他們要看的是什麼東西 你要看的馬化文學到底是 什麼東西 是不是那個氛圍 而那個氛圍是 可能就是過去我們所沒有過的 這個經驗 所謂的這個經驗 其實就是可能就是所謂的 熱帶雨林或者是這個香蕉園或者是共產黨 那當然所謂的這個共產黨 再早期其實是台灣的左翼文學裡面也有出現過 那我想每個作者寫的不一樣 那其實回頭來看就是 李子舒第一次在台灣被讀者所看見的小說 那個小說我記得完全沒有熱帶雨林 也沒有香蕉園 他反而是講的是一個家庭的故事 當時被評審所看見的 被讀者所看見的 然後也被出版師所看見的 那後來他出版了第一本書 書裡面 第一本書天國之本幾乎寫的都是 就是人跟人性 跟所謂的今天我們一直討論的馬環學裡面的 這一些種種的元素幾乎達不上任何的關係 那從指數來看 當時你的這個 所謂就是你作家的部分 從你大馬來看台北的角度 其實當年我參加以後 報文學獎得獎 是不是超過自己的意料 我那時候是嘗試一下 那時候我看到其他的在台的馬華作者 都會這麼順利得獎 那我想我試一下 雖然我是可能是第一個 不在台的一個得獎者 馬華得獎者 那時候我就想說 我參加了就算沒得獎也沒有人知道 因為沒得獎是沒有名單的 只有得獎才有名單 那就這樣子參加了 那實際上洪天文說的 那小說裡面雖然沒有任何相較於 雲林啊 猴子啊這樣的東西 可是 不能說裡面沒有一種馬華元素在裡頭 因為我寫的那個家庭 那個鄉村的那個場景 也還是評審一眼就看出來不是台灣的 那譬如說白蟻 你租聖木屋佛交樓這樣子的東西都是 肯定不是馬華都不是台灣的 那他們都感覺到這個是外國的東西 那也讓人得獎 就是他鄉村其實是沒有考慮你是台灣的還是馬華這樣 可是我覺得這個還不是我最想說的 我記得前不久我去新加坡參加一個文學獎的頒獎 那新加坡是一個政府盡量做到很開明很公平的那個方式 他的那個文學獎呢都有分好幾組的 就是有英文組 馬來文組 華文組 丹米兒語組 就每一個名組都有 你們組要參加小說丹米兒語小說也有 就是華文小說也都有 那我就是華文小說組的評審 然後就要被邀請去參加那個辦獎點 我就在心場看到那個情況盛大的一個宴會 雖然說看起來名單上看起來的地位是一樣的 更得獎組 更主的得獎者得的獎金是一樣的 名額是一樣的 可是你還是感覺到華文組是坐在角落的 就是怎麼說參賽者當中參加英文組的 有幾把篇作品去參加比賽 華文組的只有幾十篇 那你感覺到那個語文這個創作華文文學在那邊 其實是不受重視的民間不重視的 大家並沒有多少人在讀在創作這個華文文學的時候 雖然你看起來被國家承認的是國家文學 可是你實際上去到那邊 你覺得自己完全可以感受到被冷落的 但你兒女其實和馬來語其實跟我們華語組是一樣的 只有英文組你看到他們多強大 那你得獎者出來的時候掌聲是多麼大 就知道現場大部分人都只讀英文創作的 那我想如果馬來西亞的華文文學創作 也能夠也會像所謂得到一個公平的待遇的話 大概其實一個很大的危機 就是當大家不感覺到這個危機裡面那種被消亡的那個危機感存在的話 大家只有更心安理的更安樂的讓它發展的話 它可能會發展得像新加坡那樣子 大家去學一些更有價值的語言的時候 那個華文文學可能大家不抱這種去捍衛它 去發揚它的心態的話 今天的馬華文學應該不是星期裡面看到的馬華文學這樣子 它能夠更像是新加坡的華文文學的那個 不是能夠說是下場 但就是今天的發展會是意思 那我覺得至於台灣 我覺得雖然我一直沒有辦法很能夠融入這裡 或者說投入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就是缺乏一個生活的經驗在這裡 沒有辦法有這樣的感情 可是對於台灣文學獎 我是抱著非常大的感激之情的 那就是我記得我第一次得一個比較大型的文學獎 那是新洲日報的華中文學獎的小說主手獎 這是那時候我是新洲日報的記者 那得獎之前我也是名不見經傳 那得到這個獎馬上聽到的風聲 就是大家認為是新洲日報就是暗中作業 把自己的記者弄上去得首獎 因為這個人都沒聽過你指數是誰啊 那第二年我就得了這個聯合報文學獎 小說的首獎 我的老總親自給我跟我說 幸好你得了聯合報文學獎 那就可以證明說華中是公正的 就是華中給你首獎 沒有是暗中作業 那可以看見就是台灣文學獎 在我們馬華文灘的一個地位 他有一種認同的一個地位 大家覺得你是進台灣文學獎認證過的一個馬華作者 這樣的一個事情 我如果說跟台灣有點淵源 其實就是從文學獎這邊聯繫上來的 今天說如果台灣有讀者在讀底指數 其實都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那時候我是參賽狂 就參加很多的文學獎 那在台灣也參與得過華親自獎 那是這麼好發現在中國大陸 能夠促書什麼的 其實也跟當初的這種得獎經驗是有很大的關係 那剛才張舉中說那個編輯可能會覺得很難 如果不打馬華你做家這樣子的字眼 他很難 但其實我覺得並不是這樣子的 我覺得那個編輯是有點笨 你打了馬華這個字眼不會讓那個書好賣一點 他只可能讓那個書賣得更慘一點 因為就算這麼幾书他也知道 你打了馬華這個字眼大家可能趕快把它跳過 大家就不想看 那其實我覺得如果你們把馬華真正在台灣這個地方 他可能有一個在學界、學術界有一個地位 但是在閱讀的市場 或者說在普通的讀者的圈子裡面 馬華不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保證這樣子的東西 那我想說的就是這些 謝謝 剛剛指數提到的東西是危機 那有可能其實回頭看我們這一些馬來西亞華人 為什麼自知不決意用華文來創作 可能因為是危機吧 可能從我們的前面的那一輩 執著用華文來創作 那因為當政府不重視的時候 你有那種危機感 那自然的就有這個創作 因為其實常常討論到東南亞的時候 我們常常討論華文學 那可是幾乎非常的非常少去討論印華文學 因為很少不多 非華文學、非印華文學不多 太華文學真的不多 那比較多一點點的可能就是新華文學 那可是在整個創作的表現手法跟這個形式 甚至所謂的這個藝術肯定上面 那似乎馬華文學是得到的肯定是比較的多 那可是其實一樣很好很妙 新交通華人應該也有危機感 可是結果反而沒有像南下華人一樣 那我想可能就是兩個地方的價值觀不一樣 那我們現在下一輪可以開放問題 那我手上有三本文訊雜誌 六一號剛出版的新的雜誌 那有大概三本就是前面三個發文問題的讀者 可以得到由文訊雜誌社所貢獻的這一個雜誌 有嗎 我們這裡台上就有三位 他們都可以回答任何的問題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就是說 在馬來西亞在華人的這個很多方面 就是政府或是整個通俄 早期是比較對這方面比較沒有那個鼓勵 尤其是教育的方面 那慢慢再走到這個現在或是未來 其實很多的整個族群的氛圍或是文化的交流 其實是越來越頻繁 那如果說剛剛提到的這個馬華文學的這個區塊 是不是在地的馬來人或是印度人或是其他有辦法去 願意去接受這樣的一個 就是說因為現在已經國際化都已經世界是平的 那教育整個水損會慢慢提高 可以看到更多世界的不同的文化的一個接收度 越來越 我相信馬來西亞他們在走這個區塊 應該會有這樣的想法 只是說之前的這個氛圍 我不知道到現在有沒有已經在很多的一個思想 就是說生活畫面或是各方面 在地的馬來人或是華人在這個文學的這個區塊的交流 願意去打開心扉去接受不同的一個文化 那是不是說除了在文學會跳過藝術或是其他的一個領域 讓這個馬來文學可以 不是說文學就是把它focus在文學裡面的人推廣 而是跟其他的藝術文化或是一些活動 可以互相去認加成作用 會更讓在地的不同去交流會更晚一點 那不知道這樣的公委員 是不是可以幫我們多介紹一下 有沒有往這個趨勢去發展 謝謝 我先提供最近去年有一個案子 就是馬來西亞跟台灣做這樣的一個交流 我覺得這個計畫是文化部推行的一個計畫 其實就是把台灣作家的一些短篇小說 跟馬來作家的這個短篇小說 互相翻譯然後互相出版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計畫 其實應該說讓台灣看到大馬 而且看到大馬的並不是大馬的華人 而是大馬的我們這些有主湯馬來人的這一些作品 甚至不只是在西馬的馬來人 包括我記得有一兩篇是東馬的這個 所謂的東馬就是指沙巴跟沙老約這個作品 可是這裡面很大的一個問題 其實後來我問了他們 這個不管是台灣的作品或者是馬來作品 都是先翻譯成英文 台灣的先翻譯成英文 英文再翻譯成馬來文 然後馬來文的是先翻譯成英文 再翻譯成中文 我覺得這裡面有很大的一個落差 可是這裡面他說沒有辦法 因為能夠就是負起這個翻譯的責任的 這一些工作的人不多 那你要找到一個就是馬來文又很好 中文又很好的這一些譯者去互相翻譯的話不多 那過去我們在馬來西亞有一位學者 專滑性一直長期在做這個馬來文學跟馬來文學之間的比較 它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橋樑 可是這必須就是我覺得這個 以我個人經驗的話 那肯定你必須要先懂得就是馬來文這個語言 你才能夠去跟他們做交流 那也一樣就是馬來人也必須先懂得很中文 他們才能跟我們做交流 那我覺得現在整個社會的分為不一樣 現在的馬來文跟馬來華人其實 所謂的交流的經驗是比較多 那過去說我實在非常的少 以按照我自己過去的經驗 我還在念大學的時候 92年到96年 我在馬來西亞念大學的時候 一堂課若兩百個人的話 你可以看到很明顯 華人全部都坐在一邊 坐在一個角落 坐在一個地方 中間那一塊可能是全部都是馬來人 然後另外一塊全部都是一堵人 這是很妙的 但是在90年代初的時候 我不知道現在怎麼樣 可是這就是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氛圍 甚至我們群組討論功課的時候 然後抱歉都是自己的長自己 絕對不會去找永族 這是過去一個 就是彼此不太會交流的一個地方 可是 現在這些年 因為我不曉得 因為我來台灣已經太久了 我就不曉得現在的狀況 但是據我所知 似乎現在的交流是比較的多 那我就補充一下 剛才京人講那個 那個台灣文學跟馬來文學 馬來文學的發言 那完全是一個 很方便的毛 實在並不是這樣 那磚化經濟了很多的馬來的毛 這沒有人來看出 所以並不是沒有人知道 那需要透過英文 這是馬來西亞常英文的事 比如說 北方大國總理溫家寶 到馬來西亞訪問的時候 他可以把發言的顧問條一起 和他一起溫家寶 這當然是非常現代式的中文 下語會很喜歡 就是Google翻譯嘛 所以馬來人 可能林肯用Google翻譯 也不要找一個懂馬來文的華文 華人來發佈 馬來西亞華人 馬來文是馬來西亞的國語 怎麼可能華人不會馬來文呢 少部分的讀中生也許不太那麼願意 可是 在馬來西亞如果你的中學 馬來文不及格的話 你就沒有證書 所以不可能華人會馬來文 那 會馬來文跟華人之間交流 跟馬來文學跟馬華文學的交流 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台灣其實做得很不好 台灣有東南亞文學系所 還是文學所至少 東南亞 sorry 不是文學 東南亞研究所 可是 往往他們第一個沒有人開示 他們對越南的興趣 可能多過於馬來亞 所以有人教 因為研究越南新娘嘛 之類的 但是在他們裡面 開設馬來文語課的情形 非常散 所以我們自己在台灣 竟然有了東南亞就所 可是這方面的投資 跟報酬可能差很多 那 其實在整個交流企劃 可能抗水學做 比如說 簽給以前的文件會做的話 很多時候是外行 領導內行 所以這種情形 在台灣我都很熟悉 所以並不是說 中間沒有人才 而只是 是 沒有交流 對 關於剛才那個翻譯的事情 我覺得它是非常荒謬 但是荒謬性不僅僅如此 除了我當時也在那個 推展禮上的現場 那 我一直都覺得 因為我是馬來西亞人 我覺得 好奇怪 就 為什麼台灣的文學 翻譯成馬來文 還要先翻譯成英文 然後再教育馬來人 去翻譯成馬來文 然後為什麼要過這一關 事實上馬來西亞絕對有人 可以直接從中文翻譯成馬來文 或者是從馬來文翻譯成中文 絕對可以直接第一手就翻譯過來 可是就一定要為了 促進兩國友好關係 什麼就 就應該把它翻譯成英文 第二手再轉前別種語文 那樣子 我就覺得就沒事找事 就 那 另外一個個畫面的時候 之後 因為當時有馬來的作家團 還有記者也到現場了 後他知道我是馬來西亞的作者 一個寫作人 他就訪問我 問我對這個事情的看法 我說這個東西 整個事情最荒謬的地方是 就是政府有錢去翻譯華文文學作品 可是我李子蘇作為一個馬華作家 我的作品你們都還沒翻譯呢 你現在先翻譯台灣的文學作品 你就是你有這個 你如果說真的是想要做這個華文單一的話 為什麼不先從自己國家裡面的華文作者的作品 做橋 這就是一套很外交的一些東西 我覺得那個荒謬的地方 最荒謬的地方 就是你不翻譯我們馬華作家的作品 而翻譯台灣作家的作品 這個事情上 就是連這一步你都沒走 你就走到那麼遠去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荒謬的 但是我也想說的就是一個 我覺得整個我們在討馬華的時候 都有一種 其實真正的根本是來這一種華人的 這一種危機感 那像剛才吳金文之前 開始的時候有說到這個馬華文學 是馬來西亞的華人文學 還是馬來西亞的華文文學 就是包括說用英文寫作的華人 他寫出來的作品能夠算是馬華文學作品 當然如果要發展下去會是有更多更多的體力 就像他說的提到說很多有族同胞 除了馬來西亞還有印度人 他們都從華文學校去上學 所以當去年我在這個中興大學 去研校的時候 現場就有一個馬華的學生 一個女孩是印度人 那是中文系 然後說流利的中文然後書寫 那我就跟他說 嘿你快點寫作吧你也寫作 那讓馬華文學變得更複雜一些更精彩一些 我覺得我沒有因為一個有助同胞去寫 去創作這個馬華文學創作 覺得很害怕 那怎麼辦 我們馬華的作者是不是有危機感 我覺得沒有 我覺得既然我們在這個國家 這樣子的一個種族的這種一個結構跟生態的話 我期待的是更多的外族同胞用中文寫作 我期待跟他們比較 看到其中的差異 如果一個馬來人能夠用中文寫作 他會寫怎麼樣的中文 他會寫怎麼樣的馬來西亞 他的我覺得 我覺得非常期待能夠看到這個情況 可是剛才胡錦雯在談的時候我覺得 是有一種危機感 是一種 我覺得什麼是一種危機 我覺得這應該是馬來西亞的華文文學 其實是一種正面的一個應該有的一種發展才對 而且如果假設說馬來西亞的馬來人寫個華文創作得了聯合報文學獎 或者是一個什麼大型的文學獎 我告訴你 我們的政府馬上會正式華文創作 結果我們馬來人也有寫出很好的華文創作的時候 他可能那個態度 對馬華文學的那個態度會有改變一點 我期待看到的是這種變數或者這種差異 所以我即使是這樣子 我還是抱這種 那種有關的一點的看法 謝謝 我要前進一下 這個危機不是我的情書 他的危機比我們可以打 因為他太愛國了 那 其實為什麼我們會提到這麼多的問題 其實 我覺得對台灣的讀者來說 就是語文是一個比較單純 是因為 對台灣的讀者來說 很多從小可能只是唸一個語文 可是對很多馬來西亞人來說 華人 我們叫華人 我們從小開始 我相信我們在場四位都會唸華文學校 我們在學校的時候 課本全部都是華文課本 對吧 我們從小我們的課本全部是華文 不管你上地點意思也好 全部是華文 可是我們會用一堂馬來文的課 就是上馬來文 還有要上英文 那 就是華人 但有對很多一些馬來人跟印度人 他們念的學校 他們的課本全部都是馬來文 那可能要上英文的課 但是呢 有一些華人的子弟就是華人 他們會選擇到這一種學校去念 雖然華文可能程度不高 所以 這裡面其實會發展到中學的時候 有各種不同的源流 就是 有一種中學就是 課本全部都是用中文來教 中文來教 然後 可能沒有馬來文的課 可能只有英文 馬來文然後英文 但是有的中學 不管你上什麼課也好 數學也好 全部都是用馬來文來教 然後 然後有一堂英文課跟馬來文的課 所以 在馬來西亞的華人來說 我那天 我那天 因為剛剛上完蔡視頻的節目 就跟他說馬來西亞華人就是 不見得特別好 但是對我來說 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多餘的困境 為什麼提到這個是其實 你不是打廣告 但是我覺得很契合 因為這本《思想》第28期雜誌 是剛出版的 我們這一期請了馬來西亞 許多發博士來幫助主編 他剛好就編了這一集 就是《大法華人與族群政治》 裡面提的就是 馬來西亞華人目前所面對的 這個族群政治的問題 還有語文的問題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 我們一直剛剛提到 可以用英文來寫 用中文來寫 就是因為 我們接受的這個教育的背景 有這個部分 那當然有很多 後來尤其是選擇到台灣來念書的時候 因為他念的中學可能就是 都是用中文 那少數可以留在馬來西亞 念當地的大學 為什麼 因為在馬來西亞的大學 都是用馬來文來教學 沒有用英文 那除了少 過去是不行 現在已經比較開放 那你會問說為什麼馬來西亞 沒有一所大學 跟中文來教 抱歉 又是政治的問題 我們以前有一所大學 叫做馬來西亞獨立大學 在很久以前都被關閉了 因為當時 我們的馬來西亞華人的 這個社團 就是為了讓這些很多的 馬來西亞華人 不需要到台灣 或者不需要到大陸去念大學 希望能夠在馬來西亞當地 成立這個 以中文作為教學媒介語的大學 所以抱歉後來關掉了 為什麼 這是另外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因為華文這個東西 已經不是這個時代了 但是在30年40年前 華文就等於中國 中國等同於什麼 共產黨 這是在我念中學的時候 我面對這個問題 我們的校長 就是一直覺得你們這些華人 就是中國就是共產黨 90年代我還遇到這種問題 這是一個我覺得 對於馬來西亞華人來說 又是另外一個很複雜的一個問題 這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好 補充一下 金剛講的那個被關閉叫做南大 是叫獨大 獨大從來沒有成績過 我們有獨大公司 後來成立了 現在那個遺址還在 叫西紀元 什麼叫遺址還在 他就是那個公司還在還住次 他是上訴到英國的書衣院 也是英國指令地 所以可以上訴到英國的書衣院 那最後還是敗訴 所以公司存在 但是從來沒有成立 那南大 的確 南大應該是馬來西亞的大學 如果禮拜把它換掉而已 好 今天沒有台灣的大問題 就是關於大馬華的方言書寫 因為你知道說 在台灣 台灣在香港這個方言書寫 或是方言文學都是非常通國的 雖然它不是主流 但是它是很通國的一件 一個 就是說 就是說 就是用明蘭語啦 用粵語啦 用客語啦 就是說這是一個 在台灣或在香港都是一個 雖然不是主流 但是它 卻是一個文學的那個 傳統 就是在 那我不知道馬來西亞它的 情況如何 那第二個就是講到說 因為剛才有講到 講到獨中嘛 那 像我們台灣的課本 我們把 夏曼南波安 它是台灣原住民 但是它寫著 它寫著 豪文 直接 那台灣原住民 就是從民族而言 就是馬來人 就是也可以算馬來人 那我們直接把它的 如果這邊有台灣的 如果是二三十歲的高中 讀高中 也讀過 都應該知道 夏曼南波安這個人 那它直接把它的文章 編到高中 課本 那剛才提到說 馬來西亞讀中 或是說 因為你們有讀中 讀一中學 那你們對於 如果你們的課本 都不教 譬如說 笛子書的文章 也不教你們的文章 因為文學是要培養的 如果都沒有這些 從高中培養的話 那當然 那我不知道 你們是怎麼樣 那這文學當然會斷掉 那你們是不是有想過說 欸 既然這樣子的話 如果不知道你們課本 他們的教材從哪裡來 你可以自己提供給怎麼樣 那如果 可以的話 是不是可以把麻花 東西 加到你們 讀一中學的課文裡面 好 謝謝 那 我第一星期的方言寫說 就我祝奇 目前所接觸 我似乎沒有看到 你 就是不能 不管你是一刻教的 福建化的寫作 我是不是沒有看到 但是 有的是以這個 所謂的 廣東話 或者是 客家跟 閩南語寫進 這個小說裡面是有 但是如果有一陣 偏小說是以 這個方言的寫作 我個人目前所接觸 是沒有看到 不曉其他 也沒有看到 第二個就是 課本 這是最近 台灣一直在討論的一個話題 我有個人的經驗來說 因為我唸的學校是馬來文 為教學 為媒介的中學 我們的課本 從 國中開始 的文言文跟 白話文的比例 從 呃 台北到高中 從國中的開始 它的 一年的一年的增加 一開始它的白話文 就是 而且 抱歉 念的都是 古世時代的這個文學的東西 幾乎 我覺得 呃 在我們 一開始 中學 先上中學的時候 幾乎都百分之九十 那可能這百分之十是 文言文 隨著文言文 我後面再說 然後到每一年 逐年的一直增加增加 到 呃 高 我們如果念高二的時候 我整個中文課本 抱歉 百分之九十九 我記得好像 全部都是念文言文 喔 我相信指數可能會有 公統的經驗 我們的文言念什麼 我現在印象非常深刻 艾連說 然後 詩經 喔 都是念這一些 但是裡面沒有所謂的 現代文學 也沒有台灣文學 但是這是在我們所念的 這種 呃 所謂的 嗯 柏名行中心就是 以馬來的教學為主 呃 我不曉得當時的 這個 讀中的 課本 就是中文的課本的情況 嗯 因為我怕我會有 我會有偏差 但是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 經驗 但後來 發展到現在 現在因為後來 課剛開始改了之後 是有很多馬華的作品 我不曉得台灣有沒有 可是現在的 所謂的現代文學 白號文的比例 已經非常的高 跟過去我們來念中文的時候 完全 不一樣 我來回 我來延續 經文的課題 因為我是 本身是獨立中學 六年的獨立中學教育 我們的課本其實是有馬華文學的 大家可能帶來那些作家 還蠻好的 非常好 前輩的作家作品 但今年來開始有收入近代作家 包括可能放錄的小說 其中有沒有 好啦 就可能會有不多 但是漸漸在嘗試加入當代作家的作品 那 呃 還有一點要說 就我們獨立中學的師資 我不知道現在是不是 那之前很大部分其實是由台灣這邊負責 留學 那整個 整個 整個 整個教育的 的材料 就是取材 這取材 有很多部分 其實是參考了台灣的一些教程 那包括可能我們也會有讀到台灣大陸 法華文學等等 大概包括了文原文的作品 那 乍聽起來好像還蠻多元化的 可是 有時候 老師會有考試 有些 當代文學上是不教的 他就覺得說文原文 可能我可以講 白話文的東西 你們都看得懂 就自己回去去念 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那 剛才說到了一個 各種 方言的一個文學 我覺得 馬來西亞的疾貫 非常多 非常多 那是一個移民社會 包括不見人 廣東人 潮州人 客家人 等等 等等 那 那 這樣子的一個混雜 有時候 變成了說 方言正在尖尖的消失 等到我這一輩 我大概 我是不見 我主機是不見 所以大概 我聽得懂 你的台語 所以我大概 可是到了我後面 後輩的話 大概開始已經 比較少用方言來交談 那這樣子的情況 當然比較難 祈求說 方言的元素 出現在文學作品 那我本身的話 大概也只能用 在一些對白上 摩用一些 一些明南語 作為一種 表現 那 要求我用明南語來寫作的話 我是沒有辦法 所以大概是我的局限 反正 馬華語 應該沒有出現過 用方言先做的 作品 作品 好 記得補充一點 這個 其實馬來西亞的 華文特本 有多種 目前來說 最大的問題 不是已經有輸入馬華語 而是整個製作 特別是那個 屋中的 華文組織外包 那外包給中國大陸 所以才能用明南語來寫作 在方言寫作 有一個作家 叫 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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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每個地方的都是小社群 就有自己的一個社群 說當地的所謂的方言 那所以要寫又用方言寫作 有一點那個難度是很高的 因為你的讀者肯定就比較少了一些 也沒有人生 而且方言只能作為一種日常生活的一種用語 他打不到他打不到在我們那邊 因為沒有人去研究他 他是去不到一個文學的一個寫作的那個地步 那我自己如果說有嘗試的話 也僅僅是因為我的老家是在語保 我當然凡是要用語保做我的小說背景的時候 我自然會加入廣東話進去 那都是人物的語言小說裡面 他們對話的時候必然的 那或者說虛數者是必然是語保的時候的需要用 可是要怎麼去做呢 因為我本身沒有去研究這個方言的書寫 而且我覺得單是華語文的這個書寫 本身在馬來西亞已經如此小眾的話 如果再去進行這個方言的文學創作 我覺得那是本詞吧 大概是這樣 謝謝 今天在馬來西亞那個方言主義太多了 我們台上四個都不一樣 我是廣東人 他是潮州 福建 他是客家 抱歉我們來這裡四個不同 但是即使來這裡不同 但是我們常常教我們的那個交談語言 全部都講廣東話 而且是你在不同的地方就不同 你可能去冰城的話你聽到大部分都講中文跟講福建 然後你去到新山就是南馬 就是靠近新加坡的時候 不管你什麼人聽到大部分都講中文 那在儀寶大部分都講廣東話 那再提個多廣東話跟英文 這是一個非常我想就是 我在一個多語的族群 這個多語已經不是馬來西亞華文英國 還有自己本身的方言之外 那現在還有很多包括外來的族群更多冰城 這是一個非常混雜混容的社會 好我們最後一個問題有嗎 你好 其實我剛剛在思考就是剛剛講座上談的就是 就是台灣的讀者為什麼要讀馬華文學這樣 然後我想說就是比如說像我身為一個90後可能比較年輕的讀者 就是對於馬公的書寫或是說雨林啊那些像張貴心 然後李永平還不是這些小說 就是對我來講會覺得非常大 就是台灣的讀者如果我就是沒有去過馬來西亞會覺得 就我不會覺得異國清調會覺得就是有點不耐煩 會覺得馬公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然後對 所以就是像我如果是身為就是台灣文學系統的學生 就是就是最近這個學校就是也有跟馬來西亞的學校有交流 就是要去發表就是馬來西亞的論文這樣子 然後我就會反而覺得就是所謂馬華信比較淡 比如說冠王會的小說啊可能 或是就是像多英文散文 就是裡面可能沒有提到任何我覺得是跟我沒有相關的東西 可能就比較 或者比如說離子出的一些小說可能是講一些人類共性的情感 會讓我覺得是比較有公平的這樣 那我有兩個問題想要請教就是兩位作家 第一個就是那個就是 就是冠王會在那個就是你的小說裡面 你會覺得自己有一個原鄉嗎 就是比如說前輩作家像是張衛星或是他名字 你會覺得你有一種中國情節 那你會覺得你有一個所謂的原家嗎 或是只是會在你的小說裡面一直看到有一個回不去的地方 但但不太確定那個實質所指的是什麼 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就是禮子書 那個剛才本來是說想要在講座上談的是女性書寫的部分 那如果有時間的話可不可以請你簡單的談一下 因為就是覺得這是一個文學性的講座 可是每次到馬華的 就是我最近參加了幾個馬華講座 到最後都在討論一些很政治性的東西 就是讓我覺得有點不帶方 對 對 就是這樣 謝謝 呃 相對前輩作家所謂的那個原鄉 不管是中國或者是他們所謂的那個中華文化的那個原鄉 對我來說其實是已經比較沒有在意的一些 我所謂一個回不去的一個地方 大概就是所謂的一個時間的遊戲 那種回不去的時間 我所在意的可能就是跟你們很接近一種對過往的一種 一種懷念 對一種等等 這一種 一種 比較懷舊的一種 一種想法 那 講到原鄉的話 我可能會講到我中學所謂的一個所接觸的 的 的一些 一些 一些虛擾 比如說我可能 我中學在聽樂的幾乎都是你們台灣的有什麼歌曲 可能也 因為 我在南吧 我幾乎沒有在收看 馬西亞電視台的電台的節目 完全是在收看新加坡電視台的電台節目 然後也因此不小心看到了一些台灣的HG 電影之類的 那包括了我所閱讀的 的獨本 小說 散文等等 幾乎也是台灣 香港 這些 這些 作家 作品 那變成我在某種程度上是認同他們的 一種 一種 文化人的 的一種原響 那變成了這樣一個 文化原響其實和我上一代 或者是說我 父輩的那些 對於中華文化的那種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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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著或者那種危機感是非常大的 個頭 那變成說 我的養料幾乎都來自 就是講台來台灣 那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變成了 呃 我不確定它對整代 我這代整代的一個所謂的 那把華文清到底有什麼樣的影響 那 我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 我在那麼遙遠的地方 其實也無形中 是參與了你們的一個 一個 一個 基本上整個 整個 八九零年代的 流行歌曲 其實那時候的 一些歌手 幾乎已經 就陪伴我成長的 一個 一個 一個圖騰 那我 我想像中的一個台北 基本上就是羅大約的台北 基本上就是 百姓永的台北 然後 可能就侯孝全的台北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 雲香的想像 嗯 接下來 我要說一說 女性書寫 馬華女性書寫 那些書寫 本來準備要講這個 可是我覺得今天整個 認為我 完全不敢講這個 因為我覺得 就太過格調 是不太一樣 那很奇怪 那 其實那個 嗯 馬華 女性這個書寫 我想要說 馬華的女作家 是很少的 如果說馬華 我覺得是個邊緣的話 那女作家 才真的是邊緣之中 一個邊緣的邊緣喔 那 那 馬華女作家很少 大家能夠數得出來 包括在台的 大家可能跟早期的能詳的 那個 方和珍 或者是 後來這個 上晚於 綜藝文 大概能說出這些名字來 那在在地的馬華文壇 其實也沒幾個 尤其是寫小說的 可能更小心 那 大家能說出來 就記得 女子書以外 都可能有賀淑方 呃 楊俊芬這些 那 非常非常的少 那 少到 我覺得有一點 有一點奇怪 就是 我覺得是有 奇怪的一種 被區分出來的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前不久 我跟楊俊芬 才在一個演講上 談到這個事情 就是 為什麼女作家 馬華的女作家 因為自己 因為這個性別的關係 而被拿來互相的 比較這樣的事情 那 比如說 我之前 剛出道的時候 或者開始 出道節目的時候 就是常常會被 被拿來跟 上晚於比 比較 我覺得好奇怪 為什麼我要跟上晚於比 就是剛好我們是女的 而且是小說的嗎 這就是我們的 就是同質性 讓我們可以擺 可以擺在一塊壇嗎 那 甚至是 上一次 去跟楊俊樹聊 聊天 不怎麼說到的 是 他就直接跟我說 就是評比一下 我們自己 什麼終身代作家的 一些表現 然後他說 你超越了 上晚於 他這樣 對不起楊俊樹 就是一個有權位 可以這麼說的人 那 可是我上次 心裡想 為什麼是上晚於 就是說 我為什麼要 必須要 超越一個女作家 來表示 來證明我的成就 或者說我的進步 這個事情 為什麼是上晚於 為什麼不是別的 為什麼不是 李永廷張揮心 這樣子 就是你要用 上晚於 為什麼是上晚於 因為我們是女的 那你從來不會拿 男作家來跟男作家 比較 因為他們是男的 可是你會因為 兩個女作家是女的 而打他們 相提並論 他泡泡 他說黃錦樹他 後來在賀淑芳的書裡面 寫序的時候 也拿賀淑芳來 跟李子蘇比較 說賀淑芳 雖然比李子蘇 直觸到 什麼等等 可是就沒有比李子蘇差 這樣子 你知道嗎 可是我在想 我們那個同質性 又是什麼 因為剛好我們是女的 寫小說說 就被擺在一起 為什麼賀淑芳不能跟黃錦樹 你自己比一下 剛好你們也是寫小說的 而且年齡也沒差多少 我覺得當然能夠有權威 把誰跟誰拿來比的人 在馬來西亞為資格 那黃錦樹是其中一個 所以我覺得他就有一種 霸權 男性的霸權在裡頭 就是為什麼把女作家跟女作家 事實上女作家已經很少了 比如說說 就是說誰誰誰 是馬華最好的女作家 其實也沒有幾個嘛 就只認幾個當中最好的那一個 那如果說他是馬華作家 當中最好的一個 其中一個那是不同的 那就是我在男女作家 所有的馬華作家當中 你還是有一個位置 有一個位 一個地位 可是當你說你是最好的馬華女作家 那又怎麼樣 我們只有幾個女作家 所以我覺得 可能說的人叫馬華女作家 他是不感覺到那個霸權 可是我聽的人是非常的感受 我覺得如果你覺得賀淑芳很好 你就說他是最好的馬華作家之一 不要說他是最好的馬華女作家 那是針對其他女作家而來的 就是說他比你們幾個女的 你們幾個女的 當中他是最好的 那我覺得 可是在台灣 沒有這種霸權 至少我覺得 在台灣的文壇 那個生態 比我們成熟更完整 就我還至少沒有看到 因為你是女的 全然就要跟女的比較 那還有一點就是馬華的女性的寫作 女性書寫還是也是一個非常不成熟的一個情況 不要出去說什麼女性主義啊這樣子的東西 那我記得我在早期參加花中文學獎的一個賞文組跟比賽 我寫了一篇叫畫屏的作品 那時候我很年輕年輕到我根本還沒關注馬華文學 我也是一個出出道的人 我想要寫一個賞文 寫的字就跟一個女性的角度寫一個身體的書寫 一個女性寫她自己的身體 這樣的東西 那時候我還沒真的接觸馬華文學 但是我看過這一類型的其他國家的文學的作品 我就寫了 然後一次花中文學獎得了這篇得了首獎 而給我首獎的其中一個評審 他是一個香港的作家 他上台去獎得獎的這個總結的時候 他說給這個作品首獎 是因為他沒有想到在馬來西亞能夠看到有女性 這樣子寫少文 那麼大膽的寫少文 那你可以想到馬來西亞一個什麼樣的環境 是一個什麼樣的亞裔的一個傳統的一個 這個保守的一個社會 保守到男人看到有女人寫身體書寫都覺得 哇好大膽 就是大膽到我不可以不給你聽的名字這樣子 那其實到今天那已經快要十六七年前的事情了 那今天你問我的話 我覺得我們的馬華女作家還沒有跳出來 還是很保守 還不敢這麼大膽的 其實男作家進步很多 就比如說同志書寫吧 其實主要是在男作家那邊的 有一些男作者是專公寫 或者說寫很多同志書寫或身體書寫這方面東西 可是女作家還是沒有勇氣 沒有勇氣是這樣子寫的 今天那女子書可能也不太有勇氣 可是當初就是很年輕也不知道 後來我就知道這個問題了 當然寫了出來以後我就上司書 我的工作商的商師 他就跟別人說 你只說這麼大膽寫這個 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的親身經驗 有這麼大的很有心經驗這樣子的 這類的頻率 你可以講一下那是一個怎麼樣的社會 而這個社會 他的風氣這麼多年啊 就是在一個回教國的那個崩圍底下 他還是這麼多年還是依然是這麼保守 我對女心的書寫者來說 他還是非常的訝異 從沒有好好的發展過來 是這樣子吧 謝謝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這個台北文學記 台北文學記 最後一場在這裡圓滿結束 非常謝謝各位 我們先有請我們的主辦單位 楊仲翰 謝謝 這個請代表 我們這次整個台北文學記的活動 到3月4月5月3月總算走完 今天是最後一場 那這次的活動 各位知道台北文學記每一年的舉辦 是由台北市政府所主辦 台北市文化局所承辦 今年呢是我們國際大事社 作為一個企劃執行單位 非常謝謝各位 這麼持續的 然後這個長期的關注我們的活動 最後呢 我們還提供五個名額 這一次的2015台北文學記 一個特殊的書憶的一個贈品 那我看有沒有人 如果等一下交到名字 可以舉個手嗎 我確定有在這邊 潘志鴻 在嗎 等一下寫出來 林雨晨 林雨晨在嗎 在嗎 呂長霖 在 鄭家翰 第三位 王蓮 在嗎 徐玉琴 這是電腦抽到 洪彩薇 謝小福 丁薇忠 在嗎 劉慕蘭 呂瑞華 劉慕蘭 在嗎 呂瑞華 最後一位 呂瑞華在嗎 曾英子 那五位 等一下跟我們這邊的 這個 我們的工作人員來領取這個贈品 好不好 感謝各位的參與 我們最後一個紀念品 都外面沒有賣的 2015文學記的書憶 謝謝各位參加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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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 你好 請起來 好 先幫幫他拍一張 還是你也起來吧 來 請講來吧 哈哈哈 我也不喜歡 喜歡台灣人 我也是 算了吧 我也是 是